神奇铁柱究竟为何而建 千年古老不秀之谜又能否解开 敬请收看X道路之千年铁柱之谜 据迷路协制记载 我们迷路历史上发生过数百次地战 特别是明王林39年 这次地战它的载集是七级九个列斗 还有一次是民国十四年 这次地战的载集是七级 列斗是八度 这两次地战对我们迷路是一次 两次破坏性比较大的地战 在这两次地战当中许多民房都倒塌 在限制上记录着迷路曾经发生的多次地震 很多建筑的倒塌也收入在侧 但关于地震对铁柱的影响 限制却只字未提 因为我们所看到现在所存的史料都没有铁柱倒塌的记载 这是一 二呢就是说我们至少近几百年来相关的碑铁记载也好 它都没有记载过铁柱倒塌 限制中所描述的七级九个烈度的地震 其破坏力已经能摧毁很多现代的建筑了 为什么千年前建造的铁柱却丝毫无损呢 难道真的像当地传说的那样是有神灵的庇护 历经这么多次地震却不曾倒塌 铁柱能屹立千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再次仔细地打量起这根铁柱 我们发现铁柱的底部似乎和扶台是连结在一起的 是不是在扶台下面有着什么玄机呢 是直接从这个钢材上面立上去的来说 它下面还有一截 它是直接放到这个石头上的 守妙多年的董萍老人的话 打消了我们的疑虑 但铁柱底部确实存在真空放弃 如果铁柱是树植立在扶台上 那这些放弃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它应该是在建筑上的一种离学绝度所产生这种效果 从表面上看 它是离在台上的扶台上的 但是我们推测呢 这至少这千多年来 没有倒塌的迹象 那么就说明就是 一它可能是柱底上 还有损口 有损口 相在下边 这是一 二呢 下面呢也可能是相当于一个 沉重基础的大盘 连在下边 所以呢才使它稳固的没有倒塌 由于铁柱有着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且在当地人心中也有着崇高的地位 所以铁柱进行了几次翻修 都没有人动过扶台 铁柱不倒的秘密 自然也无法得到直接的证实 但可肯定的是 铁柱屹立千年不倒 肯定和下面的扶台有关 改方后修了四次 大型修了四次 我们都没有动过扶台 为了安全事件都没有动过扶台 所以呢 里边的基地情况还不太容易 千年铁柱的不锈步道之谜 在我们的探究下已初见端倪 但这根铁柱究竟从何而来呢 当初又是什么原因 要建造这么大一根铁柱呢 它有什么实际用途吗 在铁柱庙正殿旁 我们发现了一张标友 唐彪铁柱的图示 唐彪铁柱 按照我们所看到的实际呢 它应该是唐朝的大将 唐九珍 珍郎蛮 时候呢 它助力和纪念族 在天下第一成年 昏明大关楼内的成年中 有汉西楼船 唐彪铁柱 宋辉玉符 圆跨阁囊 记载了汉代以来 中原王朝在云南实行的文质武功和开疆拓兔 如今 汉西楼船 宋辉玉符 圆跨阁囊三个事件都有了定论 唯有唐彪铁柱 及其遗址问题 一直众说纷纭 那么 弥渡县的这根铁柱 是否就是大关楼长连中的唐彪铁柱呢 我认为也是一个附会的说法 因为在昏明大关楼长连上面有唐彪铁柱 汉西楼楼船唐彪铁柱这么一连 那么由于它传播的比较广 这幅连比较有名 那么有的人呢 就附会我们这一颗南兆铁柱 谈标题 从时间的观念上看 这个南兆铁柱 也是同唐时 唐朝是同时期的 那么如果从历史真实的角度 那它应该还是南兆时期 不应该叫做唐彪铁柱 看来 弥渡铁柱庙里这根铁柱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唐彪铁柱 那这根铁柱建造的原因是什么呢 又是谁建造了这根铁柱呢 在走坊调查中 另外一个线索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就在现在这个铁柱的 那个扶康台上 原来有孟霍和它的妃子的 阿妃的塑像 这个跟铁柱的高度 几乎是一样的 各起我们在那里上学 这两椎浮像都可以说 贴贴都建 孟霍是三国时期的著名人物 曾在诸葛亮平定西南时 被诸葛亮击勤击纵 为什么在这根铁柱旁边 又会有孟霍的塑像呢 铁柱和孟霍之间 难道会有什么联系吗